1,2,3,4 每個成功的男人都需要一輛適合的專屬座駕 除了表彰身份與地位 接送客戶時也能夠更體面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樣一輛的房車 B&W新大漆730D B&W新大漆的車長增加了19mm 試駕的730D短軸版車型車長為5098mm 車體結構採用碳纖維結合鋁合金打造而成 車重最高減輕的130公斤 試駕車款雖然標配LED大燈 不過一可選配雷射頭燈 照射範圍達600公尺 尺寸放大的盛行水箱罩 除了讓車頭造型看起來更霸氣 它還具備主動進氣調節功能 錫煉的車尾造型搭配L型尾燈 讓新大漆的車尾看起來更具未來感 新大漆系列搭載了 B&W Connect Drive 互聯駕駛系統 除了可以進行緊急求助服務之外 還擁有線上資訊以及遠端控制服務 全車系標配Gastro Control手勢控制功能 能夠透過中控台上方的感應器 以六種簡易手勢傳達指令 新大漆全車系標配電子避震器 及水平氣壓式懸吊 在時速35公里以下 可以手動調整2公分的升降 當時速達到120公里以上時 系統會自動將懸吊降低1公分 以維持更高的穩定性 B&W 新大漆共分為兩種型號 短軸版為G11 長軸為G12 我們這次試駕的車型是短軸的730D 它搭載了3.0升直列六缸柴油渦輪引擎 具有低轉速高扭力的特性 只要輕吹油門就讓你覺得動力豐沛 而且它還相當的寧靜 這具柴油引擎最大的特色不只是它有大扭力 而且馬力有265P以外 它的聲浪簡直就是甜美 拉轉速時你還會聽到跑車的聲浪 我甚至懷疑這一台是不是真的是柴油車 63.2的強大扭力可於2000轉時完全釋放 因此它0到100加速實測 只要6.2秒即可達成 新大漆全車系標配電子懸吊 它的懸吊結構採前雙A倍後多連桿設定 除了用鋁合金打造懸吊以外 還採用50比50的均衡配重 因此它開起來你能夠感受到優異的車體剛性 還有那個細微的震動處理都相當的精緻 車體剛性優異最大的好處就是當你在停車場時 尤其進入螺旋式停車場無論是上坡或下坡 你不會感受到車體有扭矩的感覺 內裝也不會產生細微的聲音 你可以感受到這樣的設定在懸吊收縮時 它能夠發揮極高的優異剛性 而且搭配一副好底盤高速行駛的穩定性更棒 電子輔助的速度感應式方向盤設定十分的精細 它在時速40公里左右 它的左右擺動的回饋力道相當的輕盈 即使女性駕駛也不會覺得費力 但是車速一旦加快 它不只輔助力道減緩 路感回饋也變得更為清晰 豐富的行車模式 除了Sport Comfort EcoPro還有Active的模式 其中前面三種各具有兩種切換方式 總共多達七種模式相當的豐富 當它在切換Sport Comfort或EcoPro模式時 儀表的顏色跟造型也會跟著轉變 讓駕駛者感受不同的駕駛心情 精良的電子懸吊在碎震處理表現十分高竿 尤其四驅行駛它不會有多餘的斜震 但是當你劇烈抄駕或是加快車速 它又能發揮優異的支撐性 在兩種背道而馳的設計理念下 卻巧妙地取得平衡 只要開它的時間一長 你會愛上這樣的手感跟路感 甚至讓我有一種駕馭性能防車的錯覺 開過730D之後 讓我有一種捨不得讓司機開的念頭 相較於長軸版車型 短軸的G11更適合自駕使用 除了多項的高科技配備 它巧妙地在舒適與操控駕馭之間取得了平衡 也因為這樣的設定 讓我更期待性能版M7的出現 誤最高科技出來 iem